请问一下你们初选 没有防供机制吗 有没有防供机制 我觉得啦 因为现在当然我们民进党 很多就是说有带枪投靠 国民党带枪投靠 可是国民党有所谓的 深蓝 深红跟浅蓝 这个不一样啊 浅蓝我们当然希望说 它赶快可以靠向我们 比较中间偏绿 这是我们要吸收的 可是问题是你像新党 这个几乎就是一个 非常统派的一个背景 然后你像说林德旺 这个也是啊 他已经高挂五星旗 你认为说他加入民进党 他会真心想要为民进党付出吗 还是说他有其他的想法 没有啊 他跟你说 我因为去中国做生意失败之后 我对共产党突然间认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独裁的政党 所以我觉醒了 我要加入民进党 不行吗 我觉得啦 当然他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也不能像 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因为他的背景 我看到是他也有在 民进党的一些立委 担任过助理 那基本上就是说 你在讲谁 就是陈胜文嘛 你都陈胜文 还是讲黄凛 黄凛是哦 陈胜文应该没有 黄凛的部分他就是完全 你看他的背景完全 有罗志这样的特注 有王敏胜的特注啊 然后更多的是这个雷茜 赵绍康 包括了副民事长陈彦博 听说他现在2017之后的 之前的脸书 其实他们两个的状态 其实是差不多 就是说 可能他现在是民进党的助理 可是呢 他过去的背景 我觉得就过去的背景 尤其你看黄凛哦 新党其实是很 很深懒的 而且是统派的 这个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 你要从完全的统派 然后跳到绿色 坚持所谓的一个台湾 国家意识形态的 这个怎么 这个gap这么大 怎么跳 我无法想象 黄凛的部分哦 我想说民进党的选队会 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的想法非常乐观啊 以为说呢 国民党的前议员 唐慧玲因病去世嘛 唐慧玲的色彩是 非常非常的深蓝红统嘛 新党出身 还叫国民党 所以说想要如法炮制啊 提一个新党底的人呢 插上民进党旗帜 也许呢 就能够拿回 新店这个坚困许须的议席 这样的盘算 会不会太简单 太天真 但是观众朋友 宇轩老师讲 唐慧玲不是民进党的哦 是国民党 他是国民党的哦 对 这盘算是什么逻辑 他们的盘算都是 一样是女性 只要有新党底 然后呢 这个呢 新党挂国民党就能选战 那么新党挂上民进党 也许可以如法炮制 因为呢 黄霖下面的支持者留言呢 好像通通都是韩反 或是深蓝 但是有没有考虑到 这个政党的品牌跟形象 这第一点 第二点是呢 昨天陈胜文这一段播出之后呢 我周到很多朋友 跟我内心 都很多疑问啊 哪些疑问呢 我今天给大家看 这个陈胜文 昨天没说清楚的 陈胜文在上海念书的时候 张志军一起开会 张志军谁也 国台办主任嘛 请问以我对两岸交流的经验 陈胜文是以学生代表 差不多呢 见到上海四台办主任 或是四台办副主任 李小冬 李文辉 这是差不多了吧 但是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条件 跟张志军去上海视察的时候 以台湾学生的身份 基本上跟张志军会面 陈胜文先生 我要问你 请问这一场会议 讨论些什么 主题是什么 你的发言内容是什么 这一段你没告诉大家 即便你昨天告诉大家说呢 你的政治觉醒过程非常地简单 因为你们家的家族生命事业 在中国经商失败 或者是呢 因为这不是一个有赛投资环境 所以呢 你攀然觉醒 好像队伍一样 决定了回台湾 而且投入民进党 我认为这样说法 是不是太戏剧化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陈胜文先生 你没有跟大家讲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你在中国担任两岸青年 类似交流协会的副秘书场 我们都知道 中国没有独立的公民团体 中国没有所谓独立的社团法人 加入这样的团体组织 有两个 有几个很重要要件 第一个 主管机关除了民政部之外 你必须要挂靠党政相关部门 我就要问 你这个青年交流协会 你挂靠部门 难道就是张志军的国台办 还是统战部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成立协会 一定要挂靠的吧 第二个 担任副秘书场 这样的职务 一定要经过 共产党的政治审查 请问共产党 那时候审查的时候 你又怎么回答 第三个 任何这样的交流协会 都有政治任务跟宗旨 你这个协会的政治任务 跟宗旨是什么 你昨天都没有告诉大家 直到现在 我脸书发文了 你要不要来回答 现在更麻烦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陈胜文 基本上还有一番解释 黄林我们可以说 好傻好天真 选队会有这样的考量 那我跟大家讲 今天还有个个案 之前我们讲说 新北市第二选区 民众党提了一个统战样板 叫黄岐祥 黄岐祥 这个帮中国的会台政策背书 还说中国的教育制度公开透明 这是民众党的嘛 民众党的 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OK 宗教研究学院 但是今天 还算是一个老师 还有中国文艺协会的副名长 永久和平发展协会的研究员 他现在被认为是中国 也是一个统战的样板 现在代表民众党要在 新北第二选区来选 OK 有这么巧的吗 难道新北市第二选区 是又黑又红吗 另外一个民进党 现在要投入初选的 叫陈灵汉 他背景多有趣呢 他父亲叫陈建才 曾经担过林口香香掌 是国民党的 而且因为涉贪 这个更衣审的时候 被判贪污12年 这叫做又黑吧 之前我们为什么要检证严家 或者是有的没的 因为大家唾弃 地方派系跟黑金政治嘛 第一个 他父亲有这样背景 那大家可能说 父亲是父亲 他就帅了 结果呢 我去了解一下资料 他父亲跟他还做什么事情呢 陈灵汉过去承担过 洪梦凯的助理 洪梦凯哪一党的 国民党嘛 那新阶段呢 又是罗智政的助理 罗智委员 你为什么都喜欢用皇陵 还有像呢 陈灵汉这样背景的人 更人家为之气节是什么 他父亲叫陈建才 陈建才基本上在他脸书上 po这些照片 说啊 哎呀 我们这个前马英九时期的 这个部长啊 其实是啊 研考会的委员啊 带着大家到中南海 去见领导们 让小犬 陈灵汉 有许多学习的机会 陈胜文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吧 但是这个陈灵汉的父亲跟他 哎 这上面有谁 有吴敦义啦 还跟谁合照呢 跟白狼沾安乐 前面呢 这个去中南海会见的时候呢 上面脸书翻说什么 吴达民部长带领大家到中南海拜会 中央领导 非常感谢部长提心小犬 陈灵汉给他进一会 见识到场面 给你指导到他学习成长感恩 这就叫红统吧 那请问民进党 怎么会提名这样的人呢 或让这样的人参加初选呢 还有呢 他跟张安乐的关系 最后要讲的地方在哪里 什么叫唾面吃干 他父亲啊 陈建才在2018年 我念一段文字给大家听 一样是他脸书发文 在2018年选举之前 他说啦 选举结果民进党中央执政不利 不得民心 民心思辨 大家教训的民进党 再不省思 尽快启动处理人民所需的问题 一个女人就可能败了整个政党 一个女人指的是蔡英文 我觉得最情而以堪的地方在哪里 有这样的父亲 有黑的背景 有这样的父亲 有红的背景 有这样的父亲 告诉大家 蔡英文应该要下台 什么叫唾面之干 你让这样的公子 而且很奇怪的地方 父亲又是典型的两岸买办 又因为贪污被判12年 民进党最高的道德标准在哪里 而且很重要的地方是呢 这个人现在正在新北第二选区 也就是林口 泰山 五谷 也要去竞选所谓的现议员 民进党的初选 我觉得在政党板块或派系扩旺之间 难道不需要考虑到社会观感吗 难道不需要考虑 所谓的民进党自己高举的抗中保台 你提名这样的人 或让这样的人代表民进党初选过之后 不是拿砖头扎自己脚吗